南韩离泰院万圣节派对人潮爆满 却不幸发生大规模踩踏事件 造成至少156人死亡 消息一出震惊全球 考量台北跨年晚会同样会聚集大批人潮 捷运公司秉持戒胜恐惧的态度 运用自行研发的捷运人流资讯管理系统 提前进行列车调度及车站人潮管制 务必要让所有旅客平安返家 这套系统历时两年自主研发 除了可以提供车厢拥挤度 及时告知功能外 还透过各车站闸门进出数据分析 可应用在大型活动人潮管制及预警 帮助行控中心掌握列车沿途载客拥挤程度 提供是否加发列车决策数据 此外还能透过台北捷运购App 让旅客随时掌握列车动态 引导到比较不拥挤的车厢后车 应应大型活动北捷战战兢兢 事先制定人潮管制计划 不但要因应现场状况及时应变 还得根据数据与经验 事实启动列车过站不停措施 并弹性调整其他路线班距 以确保引运计划顺利进行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报道